受修理风波和新冠肺炎疫情双重影响 香港经济陷入困境 失业率处于纪念高位 香港中华总商会新一届会长袁武 近日在香港接受中心的专访时表示 香港经济要复苏 就一定要融入越港大湾区建设 及国家内循环发展 积极参与国家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在此过程中 香港企业仍有独特优势 继续扮演重要角色 袁武谈到 相较于欧美等地疫情依然严峻 目前内地疫情完全受控 经济正迅速复苏 进出口均有所增长 香港商界一向特区政府提议 尽快推行健康码系统 让香港与内地的人员往来 尽早恢复正常 尽快额治疫情的蔓延 清零以后 你就能搞一个健康码 有健康码就可以恢复两地的往来 香港就有人气 有人气你就有发展 你经济才能发展 袁武希望特区政府尽快研究法律框架 实行强制性全民检测 让香港早日恢复人气 而谈到港企未来与内地的交往 袁武也诉说了自己的想法 与深圳蛇口有着不解之缘的他 曾见证国家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 认为港企曾未改革开放 提供资金 先进的管理人才 现在国家正推动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香港必须与时俱进 高水平融入国家发展 现在是创新科技厉害 所以这个跟以前那种也不一样了 所以要高水平的进去 我们香港的年轻一倍的 跟外国的接触比较多 吸收外边的科研管理水平 那么回到里面去 那管理的水平就不是以前那套了 现代化的管理 国家始终是香港最大的靠山 展望香港未来 在商界拼搏数十载的援武 依然信心十足 他认为 凭借着灵活坚韧的品质 香港人一定可以度过当下的难关 我们不能老要求国家给我们什么 应该我们自力更生 又恢复我们信心 遇到困难我们解决困难 遇到困难我们就迎难而上 所以香港经历过很多好几个困难的地方 我们还是熬过来的 香港人应该有信心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